上期视频呢,我们聊了聊,嬴政是如何一步步当上国君的 今天呢,我们就来接着聊一聊嬴政,是如何一统六国的 在铲除吕布韦和廖矮集团之后呢,嬴政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此时,秦国争争日上,六国逐渐衰落,天将大任于四人爷 历史赋予这位年轻的君王一个重大的使命,平灭六国一统天下 可国家的强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从地理位置上看呢,秦国在与我国西部,距离中原地区比较远,所以一直不被重视 长期以来,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 被东方的国家看成是荒满之国 秦国真正的缺起呢,是源于商鞅变法 这次变法就发生在秦孝公统治时期 那秦孝公是谁呢? 那秦孝公呢,就是秦始皇爸爸的爸爸的爸爸 中间隔着四代人 那秦首皇的父亲呢,是秦庄贤王 秦庄贤王的父亲呢,是秦孝文王 秦孝文王的父亲呢,是秦昭贤王 秦昭贤王的父亲呢,是秦桧贤王 秦桧贤王的父亲呢,才是秦孝公 商鞅呢,本来是卫国人 秦孝公继位之后,决心变法图强 于是发出求协令说 宾克群臣,能有出奇迹强行者 无且尊观,与之分土 延迟十分懇切,商鞅由此来到秦国 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之下,开始变法 不过商鞅也不是愣头青 很明显他是由贝而来的 在商鞅之前呢,其他住宿国比较著名的变法活动 有卫国的理亏变法,无国的无企变法 商鞅充分吸取了这些变法的经验 结合秦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主要内容包括废除景庭制度 开垦荒地,实行军限制,奖励军工和耕资等 内容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 这是变法带有浓重的仿家味道 例如制定了非常严厉的刑法 特别是对于石斗,处罚手段非常残酷 其中的死刑就有十几种 所以后来秦国有了勇于攻占,窃于石斗的说法 还推出了连作法 一人犯法,他的亲戚,朋友,邻居等相关人员 必须检举揭发,否则就要一起治罪 为此创建了五家为五五,十家为十的十五制度 不过有趣的是,商鞅的死和他推行的连作也有关系 商鞅变法自然是出动了许多记者利益者的利益 秦小公死后,他们对商鞅进行全面的清算 商鞅在逃亡的路上想要租店 旅店的老板要求他出示身份证件 表示弄不清身份,如果出了设计要连作 并说这是商鞅的法令 商鞅当然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 走出旅店,仰天长叹 为法之弊,一致此灾 这也就是成语做法之弊的由来 在推行法令的过程中 商鞅采取了言行俊法 对于挑战法度权威之人,一律无情打击 这里面甚至包括了太子 当然古代肯定是不能对太子本人施行的 所以就让他的师父代受,以示教导无力 由于这种严厉的惩罚和措施作为基础 新法的推行十分顺利,成效也十分显著 尽管他最后遭到车利的处决 但这些变法的举措并没有废纸 通过变法,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 确立了土地私有,促进了农业发展 政治上,巨限制的推行加强了中央集权 有利于秦国汇集全国的力量 在军事上,以军工作为赏球的唯一机具 秦军的战斗力也大幅提升 秦国由此一跃成为实力强大的国家 所以这次变法也被博洋先生形象的成为 历史上最大的魔术 日益强大的秦国自然也就逐渐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公元前316年,秦军降临,率军灭掉蜀国 这是对外扩张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灭蜀之后,秦国的领土扩大了将近一半 人口增加了三分之一,特别是公元前256年 蜀郡太守李斌和他的儿子主持收建了都江宴 成都平原的大量的粮田得以灌溉 使得蜀地成为秦国的大粮仓 为秦国以后的扩张活动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粮草宝藏 从此秦以异强附后清诸侯 对外扩张到秦昭相王的时候 到达了第一个高潮 赵魏国君活了75岁 他在位长达56年 其中的53年都在打仗 他统治时期,秦国远交进攻 发动了不少大规模的战争 削弱了楚、韩、魏、赵等诸侯国的实力 为后来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 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这场大规模的战争 始于公元前260年 此时营正还没有出生 秦国动员集结了大批军队 和赵国军队对峙在长平关 也就是今天的三西高平 当时统帅赵军的大将是连坡 他的作战策略是坚守不出 想等到秦军的后勤不及 发生困难时再出西 这种策略无疑是正确的 因为公元前256年 杜江燕才会修建成功 而这次的秦军后勤保障 也是个大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形势对于远征千里的秦军 越来越不利 由于正面战争受阻 秦军也就开辟了第二条战线 派人到赵国的国度邯郸散布谣言 说连坡已经老了 不敢出战 秦国根本不怕他 最害怕的将领是赵阔 秦国的反间计果然很奏效 在国人的一致要求下 赵孝成王决定用赵阔替换掉连坡 提到赵阔就不免想到一个成语 只上台兵 子子莫若父 当时赵阔的父母也极力反对赵阔作为主将 可赵孝成王根本听不进去这些窜导 执意让赵阔带兵出征 赵阔的母亲只能逞求 如果赵阔吃了败仗 不能追究赵家的责任 这个请求赵国国君答应了 秦朝向王听说赵阔代替了连坡 觉得转机终于来了 他任命百战百姓的白启 论为秦军统帅 动员全国15岁以上的男子投入战潮 准备必其功于理议 对于秦军的部署调整 赵阔一无所知 他到前线之后 立刻改变了连坡稳守的策略 想要一口气吞掉秦军 那白启就将棋周记 余装溃败 又敌深入 然后将赵军成功分割 截断了赵军的后路和粮朝 最后使得赵军被秦军经营围困 赵阔多次突围军告失败 被围困46天之后 他决定输死一搏 虽军最后一次突围 但还是没有成功 赵阔自己就实在乱战之下 40万赵军全部投降 并被白启下令生生活埋 散了中外三争史上长久之间还的一幕 在经过长平之战后 秦赵的实力此消彼长 赵国从此一绝不振 宁正继位后 秦国对于东方六国已经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 离秦国最近的韩国 本来在七国之中最为弱小 在秦国的不赚蚕食之下 只剩下都城周边几个不大的层次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赵国经过长平之战 实力大损 已经对秦构不成威胁 对秦而言 魏国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也是秦国打击的重要目标 在几次战争之中 魏国均被秦击败 地盘日渐缩小 嬴政登基时虽然魏国有信陵军切伏旧照 后来又联合各诸佛国合纵抗秦 取得河外大捷 将秦军逼回韩国关内 然而魏国国军昏运无能 清晰了秦国的调步雷尖 霸出了信陵军 导致国势一天不如一天 南边的楚国实力也非常强大 但是在公元前278年 白起率今攻占了楚国的国都 夺得了楚国四分之一的土地 楚国国都被迫多数迁移 国立大捷已经不负当年之勇 东宾的齐国曾经也是个强国 但到了后期国家没有梁将 军中没有斗志 享受太平生活毫无战斗准备 已经是徒有虚名 而最远的燕国 在燕王洗当政时 常常发动战争 劳民又伤财 国立因此遭到了巨大的损耗 成为六国之中 仅仅是略强于寒的弱小之国 市场卓确 通知 行